大家好,我是Mike 今天非常开心啊 今天是2023年的5月25号 星期四 英伟达昨天盘后大涨30% 如果你也跟我一样赚钱了 那么请用你发财的销售留言 咱们大家隔着网络一起干一杯 这是我来美国以后第二次在股票里赚钱 当然我说的是比较大的一个比例啊 第一次是2020年的2021年的特斯拉 然后平时短线操作的那些就是进进出出的 我觉得小钱 还有固定的那个退休金账户定投啊 那个都不算 尽管定投的账户已经翻翻了啊 在这里我也替大家开心啊 有很多朋友留言给我 都是在我的股票信息当中受益的朋友 然后留言很多 我就不在这个公开的平台分享了 有很多人加了我的微信 对我感谢 然后发红包什么 我都没有收 我觉得跟大家也说一声 不是说我觉得这个看不上这个什么红包啊 但是我觉得就是分享嘛 你们都是订了这个会员频道了 然后还是那句话 美股赚钱很容易 如果你不贪心 不要追高杀跌 沉住气 肯定不会赔钱 然后那个大科技股啊 买完放在那儿 过两年你再看 肯定是赚钱的 哪怕是订投养老金账户 也是非常可观的收益 如果你想看我分享那个股票信息 你可以看我的会员频道的帖子 当然了你如果想一夜暴富 那还是算了 这种机会除了你具备一定的头脑 运气也是很大一部分的因素 比如说昨天那个英伟达 你想一天赚30万的前提 是你有100万的基础的账户的金额 你买了100万的英伟达股票持有 然后你放在那儿 如果说你没有这个资金量 或者说有钱你也不敢买 那你就不要怪这个机会错过了 对吧 股票和房产是美国人从年轻的时候 就开始配置两个投资渠道 通常来讲美国人退休的时间 或者说财富自由的时间 跟这个个人投资股票的时间长短 以及房产增值的幅度有关 什么意思呢 这个美股投资时间越长 持有的成本越低 然后收益率就越高 房产是一样的 你在好的区域投资持有的时间越长 区域越好 这个房产的增值潜力越大 那么你的退休时间又越早 如果你不知道选哪个投资美国的软件 我还是推荐之前 那个我短线投资用的 叫富途摸摸 新加坡和澳洲用户 以及北美地区的用户都可以使用 之前我也多次讲过新开户的奖励 我就不废话了 今天这期没有接广告任务 纯属自己分享 你觉得可以用 你就用 不用也无所谓 主要是你自己用着舒服就行 你可以点我视频下方的这个链接 然后开户的话 有一个特别的奖励 那今天主要还是讲第二个话题 就是对于新移民来说 非常非常关心的买房 对 这个事非常大 在一个家庭当中 也是一个至关重要的 一个非常大的一件事情 英伟达赚钱了嘛 那你就应该拿出来买房 这是我的观点 我是不会把这个股票盈利的 这个部分继续投入到股市当中 当然了之前如果要是没有什么特别合适机会的话 我还是会放在那 然后我赚到这个钱的话 我就会拿出来一部分 然后作为这个房产的投资 这个就是我最最小白 也是最简单 最不需要动脑子的一个投资理论 我在YouTube的社区就分享我一段话 我说这个美股就是英伟达 告诉我们一个道理 你不需要有多聪明的头脑 也不需要具备多牛逼的股票知识 更不需要忙的不可开交 累死累活的 你说今天做这个项目 然后明天做那个生意 只要你把你的这个积蓄 踏踏实实的 就是购买美国大科技公司蓝筹的这些 大盘的或者ETF的这些股票 你就一定会在股票里面 实现财务自由 在讲这个话题之前 我先做一个声明 特别重要的一个声明 很多人加我的联系方式 咨询买房的问题 我说我回答不了 我只是做房产的科普 以及我的这个投资经验的分享 然后就有人开始做道德帮家了 你房产经济你这么牛 问你问题你都不回答 不回答问题你卖什么房 我很郁闷地告诉对方 我说我不是房产经纪人 我说我也不卖房 我只是闲得无聊的时候呢 做一下这个投资房产的视频 然后闲得没事嘛 打花时间而已 我就觉得好玩 然后我跟大家来分享的一个 交流的一个方式 我不做房产咨询 有的人就听懂了 就很礼貌 说这个对方也很懵逼啊 我觉得 说抱歉打扰了 那有的人他就不依不饶 你讲那么好 你还说你不做咨询 你不是房产经纪 你为什么讲房子 你浪费我时间 巴拉巴拉的 这种我就直接拉黑了哈 还有人就是一上来 就是说 加那个 我想加房产交流群 我想加股票交流群 我再次声明一点啊 今天这个 我特别郑重地跟大家讲 我没有群 我没有股票群 我没有房产群 我所有的这些经验 全部都是我自己的这个经验所得 和我自己的这个搜集各种信息 看到的一些我自己的个人的观点的判断 我不做任何的这个投资的 叫什么建议啊 不做投资建议 我仅供娱乐分享 杨威正传 大家问我的主要问题就是 房产方面啊 耳湾值不值得投资 什么时候买房合适 这两个问题 那么我今天用实际的例子来解释这两个问题 如果你是新移民马上要来美国生活 那么我觉得你什么时候买都是最合适的 因为租房子现在这个成本特别高 比如说我们刚刚来美国的时候 租房子两年时间 我计算了一下 光在这个租金花费上大概是十万美金 这十万美金是纯的往外出 就是没有得到任何收益的 所以从投资的这个角度来说呢 是非常不划算的 耳湾值不值得投资的问题 一样的道理 如果说你找到一份工作 然后这个公司就在耳湾 那么你买耳湾的房子 不管怎么样 它都是值得的 因为你节省了通勤的时间 也享受了生活的便利 对吧 那么接下来 我从投资的角度来谈这两个问题 就是说你已经有了自住房 仅从投资的角度去回答 因为投资和自住 这两个基础功能的属性是不一样的 至于为什么不一样 我想道理非常简单 如果说你有两个孩子 那么最少需要四个房间 备留一个客房 如果你有三个孩子 那么你就需要五个房间 备留一个客房 这个是你的刚需 什么叫刚需 就是你必须要有这么样一个房子去住 没有商量的余地 孩子大了以后 肯定需要自己的空间 但是如果说孩子已经上大学了 你说已经都搬出去了 18岁了 19岁了 就两口在家住 那么你可能就不需要那么多房间 这也是刚需 所以说刚需就是随着人生不同的阶段 然后不同的时间所产生的一个需要 所以投资自住 它是两个概念 但是也有共同的属性 比如说学区环境 我想作为投资房 它也是需要的 不过投资房 不需要考虑房间的数量 以及居住的奢华程度 比如说泳池 什么view啊 什么这些 如果你是投资学校附近的房子 那么你就要考虑学生的出租属性因素 比如说大学旁边 这些学生合租 怎么样方便 这个是你要考虑的因素 那么我用一个案例 来给大家说明 而且这个案例 我是随便找来的 这个房子 大家现在看到这个房子 是我在网上随便找来的 然后现在正在出售的一个房子 位于尔湾的学区 价格是239万9千 根据目前的市场行情 假设 也不需要加钱 也不需要降价 那么就按照ASPRESS进行交易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首付比例 假设按照50%计算 贷款金额是119万9千5 再加上购户费 共计购买的现金支出是124万7480美金 新移民 你没有信用分的情况下 目前不查收入的贷款利率是7%左右 因为这个房子的总价比较高 贷款金额超过了100万 我这里说的利率是一个假设利率 因为具体需要咨询你的贷款经济 实际可能是6.75 不查收入贷款利率 按照30年固定期限计算 每个月还款金额是7980美金 这个地区的地税是1.83% 我是按照新区建设费 加在一起就是那个Mailorus 加在一起计算 然后这是一个加州地区最高的一个地税比例了 实际呢 你需要可能会有一点点误差 你需要咨询你的地产经济 也许达不了那么高 但是我们既然是投资 肯定是按照最高的一个比例呢 去计算 这样你可以把一些不可预估的费用算进去 来考虑投资的性价比 这个社区的物业费 就是HOA 是每个月165美金 一年是1980 那么总持有成本 每年是144705 每个月成本是12058.78 根据这个区的平均租金价格 我们看到月租金是6869 年租金收入是82428 但是总持有成本是144705 所以月现金收益是负数 负5189.78 每年收益是负的 62277.34 也就是说 如果你买来投资的话 每年需要再往里投入6万多美金 你才能持有这套房子 那么你说 我有钱 不需要贷款 我一次性现金购买 那么我们再来简单看一下 就是你一次性现金购买的一个收益率 一次复兴 总现金支出是2446980 月租金不变的情况下 只需要扣除地产税 每月净收益是2790 年收入是33486 那么这套房子 如果不算房产增值价值的话 你大概需要77年才能收回投资成本 那么尔湾的增值潜力 我们谁都无法预估 所以就算增值潜力巨大 那么从投资的角度来讲 这个房子作为投资是不划算的 所以我不会投资尔湾的房产 但是如果你是自住 刚才讲了你怎么方便怎么来 无所谓投资收益 节省时间成本 生活便利就是你最大的收益 所以这个问题解答了 尔湾我认为不值得投资 所以我不会投资尔湾的房产 如果你把244万现金放在股市里 买最稳妥的大科技股 然后房地产的股票 或者是ETF 10年的收益率 我想最少也要翻个两三倍了 那么第二个问题 什么时候买房是最佳时间 同样的道理 如果你是自住 那么什么时候都是最佳时机 因为对于新移民来说 租房的成本过于高 租房子是白花钱 但是作为投资的话呢 我觉得从年计算的话 春夏都不是最佳时间 因为美国的房产趋势就是春天和夏天呢 大家习惯于就是把房子买下来 或者是卖出去 然后方便孩子秋季入学的需求 因为大部分的美国人 比如说35岁到45岁之间 可能他没有那么多的资金量 没有那么多的经济条件 去全款买一套两套三套房子来投资啊 这样的一种需求 所以说大部分人呢 就是上班族啊 大部分人都是 我说的是百分之可能百分之六十七十 这个我没有统计比例啊 他可能是先把现在住的卖一套 然后再买这个另外的一个房子 方便工作调动或者孩子上学等等 所以这个美国的房地产春夏两季是旺季 秋冬进入了holiday season 美国人通常不想在这个时间进行交易 换房子等等安排 所以相对于春夏是淡季 市场交易量降低 那么投资的话 这个季节是最好的 因为秋天要入学嘛 所以说春夏要搞定房子 往往秋冬卖房的都是急于出手 比如说婚姻变动 工作变动啊 搬家等等这样的一些需求 必须要卖房 所以这个时候相对于一年来说 是比较好的时机 也没有人给你抢房子 因为你投资嘛 你无所谓春天夏天买 秋天买冬天买都可以 但是从大的趋势来看 我觉得没有人能够把握特别准的时间 比如说美联储的利率调整 然后经济周期的趋势 然后金融危机等等 这些综合信号的考虑 好了那么我们今天这个话题呢 我就说到这里 感谢大家关注 祝所有的新移民 都能买到自己满意的房子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谢谢大家